上回樂天網站 登記做會員country 選擇香港 打回你的護照號碼 上面打回合約會 然後按審查 然後製造帳戶 打回個人資料 Driving License 選擇International License Type 選擇B License Number 打回封面號碼 打回Car rental 打回JEJU 選擇Auto House 在機場附近 來回都一樣 接著選擇租車的日子 租車最早的時間是06.00 最晚是23.00 晚上11點 接著選擇車款 我們今次選擇電動車 電動車方面建議用韓國車款 因為用回車的導航是最準確的 去到Registration 填回資料 最好選擇用車保 Zero Excess 完成了 接著網上有Youtuber 就說要付錢才會完成這個預訂 但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去到Payment那版的時候 當你按進去 想付錢 你會發覺你選擇Oder Card 接著選擇Visa Card 上面要選擇那些 Terms and Condition 然後按Lics 你會發覺有問題 卡號碼只有三行 但正常你的卡 是有四組數目字的 接著才輪到你後面有密碼 和Expiry date 所以是做不到的 網上問個人 最重要是要記得 你預訂的號碼 就可以去到韓國當地 才用信用卡付錢 到了濟州機場 現在第一件事就是去找 落天的卡號碼 落天的卡號碼 就位於Gate 2的位置 來之前一直很擔心 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來到 才付錢 因為之前只是登記了 未付款 剛剛問了卡號碼 他說可以 待會取車才付帳卡 現在他就指示 我們要去Gate 5 現在就在Gate 5走出去 然後就過對面馬路 過了幾條馬路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 Grantel Car Shuttle 沿著走過去 一直跟著這個路牌 我們就要去1號位 機場有免費Shuttle Bus 接你去濟州Auto House 取車 他有一條隊 是專門給外國人的 但是沒有人 我們租5天車 韓螢幕43萬1千萬 對港幣2千5百多元 平均每天5百多元 已經包了保險 這次我們選了一輛 韓國款的電動車 還車的時候 都不需要充電 這裡有一個好像放大鏡的 可以進入那間餐廳 餐廳 或者地方的電話號碼 我們現在去東門市場 吃東西 先 Enter 咦 那他就會教你怎樣去 如果真的搞不定 部車也不要緊 出發前下再訂一個APP 因為香港Google Map來到這裡 是非常之不準的 所以就要下載 韓國這邊的地圖 Apps叫做 Nava Map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N A V E R Map 最好在香港的時候 研究一下這個APP 好 非常好 EV Charging Station 哦 在每個地方 Eventer Lears 哇 仔洲開車 好麻煩 市中心 就算一些高速公路都好 經常都30 50 30 有時真的開得合眼分 GOOGLE智能鏡頭 GOOGLE智能鏡頭 真的好幫到手 這次在這製州 最難學的就是怎樣充電 現在我們正在用快充 你看多快 這邊是說30% 充電 這邊 你看到 這個不停跳的 就是韓溫 現在是$868 好了 善款數字不斷上升 你充電到差不多 可以按這個按鈕 停止充電